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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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高雄市鄉親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 各位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 我們最重要的 林雅新興前京區的候選人 曲彩珍 我們許崑源議長的夫人 我們韓團隊 清廉認真 苦幹死幹的 兩共同樣的李四川副市長 還有 所有在場的各地區的議員 還有我們幾位局處長 以及 未來 能不能夠創造高雄市 第二次奇蹟的 柯智恩 柯教授 各位好朋友 好久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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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點滴滴 六年前 打當一擊 我第一次認識了我們 許崑源議長 他都在旁邊這個餐廳 老夫子吃飯 他 我第一眼見到他 就覺得 這是 民政天下的 許崑源議長嗎 怎麼講話 會帶一點點害羞 笑起來 那個臉 像小孩子一樣 但是 接觸之後 就會了解 我們奧丸議長 重情 重義 我記得有一次去原住民茂林區 遇到了我們唐議員 想到我們許崑源議長 當場眼淚掉下來 因為茂林區受到了颱風 原住民同胞過得非常的辛苦 唐議員來找我們許議長說怎麼辦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我們許崑源議長說 你有看到小北百貨嗎 你進去搬 你的族人同胞需要多少 你就去搬 搬完了以後 我 許崑源 回去付錢 所以唐議員講到這個 眼淚都掉下來 凡是了解許崑源議長的人 都知道 重情重義 一言九點 他熱愛家庭 熱愛高雄 熱愛他的朋友 這一次來為彩珍助獎 是我全台灣第一站 留在彩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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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大家都問 為什麼第一站要給許彩珍 前面有一些議員啊 有些其他候選都在邀 你為什麼不愛去 我說不一樣 我們人 這一輩子到底為什麼在活 讓他了解 我們生下來 爸爸媽媽 給了我們最寶貴的親情 我們讀小學一年級六歲 去讀書 我們發現 原來世界有這麼重要的友情 到了十八九歲 當我們看到異性的時候 我們喉嚨一緊 眼睛發呆 講話開始撒癢 喔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有愛情 親情 友情 愛情 把我們緊緊的包圍住 我們人就像一隻蜘蛛 被人勤網緊緊的裹起來 沒有一個人可以跳出 親情 友情跟愛情 今天來彩珍這裡 好多人說風涼話 最有名的一句話 就是人走茶涼 在那邊衝下 另外一種準鬼醉的狠 唉 不要啦 不要 我不相信 我相信 世間 因為有了情 才會溫暖 世間因為有了愛 才會偉大 對不對 對 對 許坤元議長現在在天堂看著我們 他一定想兄弟 謝謝你 他看到這麼多好朋友在 我相信 他一定非常感動 謝謝你們照顧才子 繼續關心許家人 許坤元議長一輩子 一生 所有的情感都投入高雄市 我跟他在老夫子餐廳 我當高雄市黨部主委 我們倆坐在餐廳門口 民生路上 五年前 我們吃完完飯八點半 坐到九點 整整半個小時 沒有一台車輛經過 我議長就說了 我們現在高雄是怎樣 怎麼都沒有人 所有的席樓不是豬 就是瘦 少年人都胖著 所以許議長感慨萬千 他對高雄 這麼有情感 各位鄉親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 我們人因為情 活著有價值 我希望 也拜託 所有的好朋友 這一次把 對許坤元議長的尊敬 能夠全部投射在他女兒 踩真的身上好不好 好 徐彩真 徐彩真 我選上了高雄市長 議長徐坤元 有一天秘書說 議長的女兒 徐彩真要跟你見面 我心一抽 議長的女兒 我不認識啊 怎麼會要見我呢 我在想 是不是要來當個官 幹個局處長 還是要包一個工程 我們高雄市韓團隊工程 通通公開招標 萬一跟我要關 爸爸是議長 女兒是局長 我要怎麼交代 萬一要工程 我們是公開招標 我不可能私鄉授授 給你任何好空 我終於見到徐彩真 第一次見到 千真萬確 他看到我 就說 市長叔叔 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我想完蛋了 在開口我做不到怎麼辦 完了完了 結果他說 我們覺得高雄市很多青少年 沒有飯吃 到了假日 甚至連家都歸不得 我們幾個朋友 想照顧這些青少年 我們需要募款 可不可以請你幫忙 我們一起來幫助青少年 我今天好感動 他爸爸是議長 他滿腦子 全部要照顧高雄的弱勢族群 我也從來沒說過 我記得我好像捐了 25萬 我捐了25萬 我從來沒說過 今天 為了證明 彩真 是一個公正無私 有大愛的 一位年輕人 一位真正想為高雄付出的 議員候選人 我把這段秘密講出來 見到彩真 第一件事就拜託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也都是照顧高雄的弱勢族群 各位鄉親 這讓我們多感動 從來沒有為自己打算 我實際上感慨 一個人手上有權利 如果不好好照顧 市民朋友 上 對不起神明 下 對不起人民 我們就是一心一 我們手上有這個權利 選民投票給了我們 我們一定要幫人民來努力 來打拼 從這些例子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徐彩真 絕對將來是一位優質的高雄市議員 打工 對嗎 我們高雄市團隊 今天李世川副市長幾個局長在 一年半 有的高雄人 茶魚飯後喜歡我們 討厭我們 但是我要講一些良心話 我們將近 一年半的時間 真的 非常感謝市民朋友給了我們這個服務的機會 我們挖了兩千公里的水溝 鋪了六百條的馬路 然後 衛生下水道 李世川副市長說 市長你下去看一看 各位站的下面是衛生下水道 兩百公分 親愛的鄉親 煮塞了一百九十五公分 水只能流五公分 李市長 李副 李副跟我講 怎麼辦 然後吊小三摸怪手去挖 因為人已經沒有辦法挖 一百九十五公分 我們挖到了榻榻米 挖到了電視機 挖到了腳大廁 全部就在我們高雄市的腳底下 為什麼我們一年半以後 一直挖這些水溝 一直清這些 道路弄平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該做的 鋼山下大雨 我去老百姓老百姓 三十年了 我說淹到我這個斗宅家 淹到我的肚子 我身高算不矮了 淹到肚子 我就問這些鋼山鄉親 為什麼淹水淹漾 他們說 從陳定南先生跟宋楚瑜先生選台灣省省長 來到這裡我們就拜託 能不能把水治療好 我跟四川說 我們怎麼對得起老百姓淹水三十年 結果我們李四川啊 鋼公腿啊 鋼公腿啊 每天講完臉色 鋼公啊 我們就把那個馬路全部打碎 沿著這個水管澡 一寸一寸的澡 到底為什麼淹水 打碎以後我們才發現 兩根水管完全沒有接起來 是這個樣子 一對接完畢 水就流動 白白淹水三十年 一隻車站進 開咱們 沿默 真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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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踩踩踩踩踩 Milton rav ant 抱歉 我們現場所有 像我的打替我父親一樣的韓市長 我的叔叔 然後還有我們現場所有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的柯市長 以及還有我的母親 還有我們現場所有支持我們的里長 還有現場所有的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徐采真 看到這麼多人來 真的採真真的感受到滿滿的溫暖 剛才我叔叔說 人走茶樑 真的在這裡 大家讓我感受到滿滿的溫暖 滿滿的溫情 這就是我們高雄人所謂的人情味 大家懂得對嗎 所以希望大家 拜託大家 能給採真 能給克智恩 給我們台上所有的議員 一個更好更好的機會 大家說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 各位各位好朋友 建愛的高雄市民老闆 尊重苦苦玩 聽笑西彩燈好不好 好 西彩燈 好帥 西彩燈